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耶稣讲了好多的比喻 其实那些比喻都是带着责备的 到底责备谁呢 在下面听的这些人会不会觉得说 哦 他是在讲我 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或者是他们觉得 哦 他是讲他啦 他是讲他们 其实接下去我读给你听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所讲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这些祭司长 这些法利赛人说的 换句话在下面听的人里面 有一些人是祭司长是法利赛人 他们明明知道 耶稣讲了这么多 其实是在点醒他们 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觉得 神通过圣经也在点醒我 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 主耶稣主 读到这里 有的时候 我诚实说有时候读圣经会觉得说 哎呦 我这个讲道真好 这个用来讲 这个对我们教会很有 这个对我要去那个福音机构讲了 这个对他们很有用 好像读圣经是为别人 是这个道士讲给他听的 这个道士讲给那个教会的 这个道士N.36用很好用 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 我觉得主在提前我说 寇圣恩 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说 主 我在对你说话 我在对你说话 这些祭司长和法利塞人 他们听了耶稣所传讲的信息 所讲的这些比喻 他们明明知道 耶稣是针对他们的问题讲的 针对他们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 人可以有两个不一样的回应 一个回应是什么呢 一个回应就是 好 那我悔改 我知道 我听懂了 我知道你在讲我 我悔改 但是另外一个呢 你敢讲我 我就想办法对付你 法利塞人文士不就是这样吗 他们还不是说 好 我听到了 可是我不敢 我不但听到了我不敢 而且我要对付你 我要对付那个神 用祂来向我说话 我求主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不管在主日敬拜的时候 你听到信息 恩典三六五 或者是你自己读圣经 或者是任何你在网络上 听到了什么样的信息 或者一首诗歌 甚至可能你在安静祷告的时候 主有一句话给你 求主帮助我们 听 要听见 听见之后 有一个对的回应 不要我听见了 却假装没听见 听了以后都觉得 那是对别人说的 甚至于听了之后 我们觉得 哇 牧师讲这个 牧师对我有成见 牧师每次讲道 都故意讲我 他就是没有人对你故意有成见 不是 是我愿不愿意 谦卑地说 主啊 今天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你是不是在对我说呢 主啊 求主帮助我 有一个对的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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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人 nav тыся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